哈囉 打一下打一下 我們現在在城大校區 這個地方雖然很舒服 可是小黑文還是要補一下 我們要給機會教育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到這種地方要帶在身邊帶來這種小黑粉的 小黑文的克星 長效型 等於是我們錄了這80幾個分鐘 都可以保護我們的手腳 不會被小黑文 叮咬 然後我們今天歡迎到我們40家的大叔 基本上現在迎來了新的成員 歡迎我們AJ 我是AJ 現場掌聲 800萬觀眾 哈囉 沒在上課 沒在上課 我們現在到城大 旁邊都是設計學院 反正他們等下會出來 學長齁 至少現場有兩個學長 學長累計跟教授差不多 我們來 那輝先生你先分享一下你的成長履歷還有背景好不好 OK好 那我大概是 我剛邁入40家 然後呢 40加8 對 沒有啦 我大概20年前呢 我是剛好有考到成大的工業設計學系 所以說我20年前 就是在這個校園裡面求學 就是在這個校園裡面求學 那就是 也是因緣 就是很剛巧合的 就是我們 我們說AJ好其實有點緊張 對 我們要稍微打斷一下 讓他 他的修飾圖 他的修飾話太多了 沒有我覺得 你自信一點好不好 應該是寫論文寫的有一點 有一點快爆炸 對 因為AJ其實是一個 業界很有經驗的設計師 然後又回龍來 對 而且他呢 他幫助很多學弟妹 或是 很多商品做到跟工程談判 其實我覺得他進到學校 真的是 不是來學習的 是來教人家的 還有幫助 因為老師啊 基本上都在象牙塔裡面 對 不太懂得那個 然後老師是不會跟那個工程對話 沒有經過一些 社會歷練 很難跟工程對話 以上是我們兩個福州 對 現在換 我們兩個身上標籤講完囉 不能再講 AJ再一次 倒帶 我們歡迎AJ 不好意思 很久沒有錄這種東西 我覺得寶爸還是喝咖啡 好 歡迎AJ OK 好 那我們就繼續來講 那就可以說 就是 20年前 我就是在 成大工業設計學系 嗯 就讀 然後也很順利的畢業 工業設計學系 對 當初很難考 當初他因為 成大的工業設計學系 他算是 20年前 算是國立 唯一的一家 唯一的一家 有設計學系的 那雖然說現在有很多 科技大學 那些他們都改制成為國立 不過 成大在工業設計的領域當中 他其實是國內 頂尖的 頂就是 數一數二 他歷史最悠久 首例 我們就講是首例 對對對 其他下一方開放留言 開放PK PK可能 對學弟妹有點困難 我們會關留言 OK 成大 20年前成大社區學系 然後現在呢 那現在呢 就是在外面也工作了 大概也 也將近20年了 對 所以說 這20年的履歷大家分享一下 OK 全世界招挑 對 這20年呢 其實我覺得我超級幸運的 因為我第一份工作呢 就是去 大陸 是的 對 那時候其實那個背景 是因為成大 剛畢業的 的學生 就是 什麼天下雜誌 都一直有在調查 成大都是企業界最愛的 是 那那時候我剛畢業的話 他好像就是成大 畢業的起薪都有三四萬塊 對 可是那個時候呢 我在台南 因為我不想離開 台南這個地方 那所以說 也找不到 符合那個 期望的薪水 所以說 我就是 在親戚的工廠 待了一年之後 存到一點錢 然後我就去 自己跑去加拿大 念語言學校 然後 三個月時間到了 身上的錢也花光了 那我就上飛機之前呢 就投了 104就打開 投了一份履歷 那結果到台灣 一下飛機之後呢 就收到面試通知 是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心想 不管怎麼樣 我不管對方 價錢開多少 我就是要去工作 對 對 要先變現 草變現的台南人 對對對 所以說我一下飛機 然後就很順利 就是interview 然後就去 大陸工作 那我覺得最幸運 我人生最幸運的 應該就是這個時候 是 那個時候呢 我的前前前老闆 他是我們台灣三鐵協會的理事長 喔 對 那 對 然後就是那個時候呢 其實就是說 大學生剛畢業 尤其是我們又是念設計 其實我們畢業之後呢 不知道 我相信很多人會跟我一樣很迷惘 不知道你適合做什麼工作 或者是說 你 把你現在在念的科系啊 還是說 就是你永遠會找不到 你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我們都會活在 父母家長的期待裡面 所以逼了業之後呢 一方面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那工作呢 就感覺會變成是一個 維持 生活所需 就單純是一份工作而已 十八的工作而已 對對對 你就有錢 然後有錢 有收入 然後可是你其實做得不快樂 你就是每天去上班打卡 然後下班打卡 然後年復一年 你不知道自己工作到底是為了什麼 所以AJ在國內的哪一類的公司上班了 我回來台灣之後呢 我是說在內陸是哪一類的 在 三鐵協會嘛 對 那一間工廠呢 他大概有三千個人 那他是做運動用品的公司 喔 對 那他們主要的客戶就是迪卡龍 迪卡龍 大概佔了他們的營業額 大概應該有三成以上 所以呢 大家如果去迪卡龍 有看到跟輪子有關的東西 上膠類的 塑膠類 塑膠 對 然後又跟輪子有關 所以就有什麼 直排輪血 冰刀 然後滑板 滑板車 跟輪子類有關的運動器材 然後跟他衍生出去的 你去溜冰你需要戴什麼 護具 護具 跟安全帽 對 這些器材就是 都是這一間工廠製造的 對 那其實我剛進去試用期的時候 其實我也 我也還不確定我到底要做什麼東西 嗯嗯嗯 那後來呢 就是其實試用期完 老闆就找我聊嘛 然後他聊一聊就說 欸 你是國立大學畢業的英文抵制應該也還不錯 那你本身又很喜歡運動 因為我在畢業之前 我很喜歡打棒球 對 那我 台南人小孩都是棒球 對 然後剛好我退伍之後 我有在台南打遺囑打了大概一年 然後有拿到那一年的安打王 對 安打安打圈 這下面可以緊攻搜尋 找當年哪一年的安打王 AJ 對 然後呢 可是去大陸工作之後 因為大陸那邊 除了台商之外 就沒有人在打棒球 對 那就算台商他們有在打 他們也是以壘球為主 所以說我到那邊之後呢 其實我就變成說 因為我是運動型的宅男 我出門就是運動 不運動就是宅在宿舍 或者宅在家 那那個時候試用期完 老闆其實就跟我說 你國立大學畢業英文抵制應該不錯 然後你又念設計 你懂設計 然後你又在工廠待過 那你為什麼不把這個產業 當成是你的興趣呢 那你的興趣就跟你的工作融合為一 所以我在那三個月的求職 試用期期間 然後又加上老闆跟我講的那一段話 我就覺得 就豁然開朗 欸對 我這麼愛運動 然後又是念設計的 那我其實我這輩子 欸 我感覺我就可以一直待在運動產業 這個業界裡面 對然後加上一些認識 就是 藉由這間公司認識的一些品牌 像是迪卡農 然後 UBS或者是Giro這些 大家可能都會聽過的運動型的品牌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欸他們國外的這些PM 其實呢都是 每個國家的國家奧運等級的 對 國家代表隊的選手退役的 那這些退役的選手 其實他們英文抵制一定是沒問題 然後他們也沒有念設計 可是他們會玩 他們懂產品 對 那這樣子就可以跟我們溝通了 那我就覺得 欸 這個好像 這條路很不錯喔 那反而說 一些設計學系會學到的一些基本的工具 比如像是 平面繪圖 3D繪圖 那其實我就可以去引導這些平面設計師 或者是工業設計師 跟他們講 欸 工廠 他想要的是什麼東西 嗯 那你設計師 你自己的想法 跟工廠的落差有多大 我剛好就是變成中間的橋樑 對 其實你可以 你剛剛提到的一點是 你剛剛 你的 前十年的那個 就職階段 你接觸到了很多面的 元素 不管是橡膠 鐵 或者是那個 塑料 布藝 還有不同的元素 去做個組裝變成一個成品 對 這是你所接觸到的事情 然後其實 這也是恰巧現在目前 設計人 跟工廠無法有一個很好的橋樑 一個媒介 這其實你在前段時間 就已經學習到很多了 對 所以你才可以把這一套優勢 再回到跟校園跟大家分享 是 所以你在後半段 你再回台灣的之後 你才可以在台灣接下去的時間點 做了哪些事情 OK 那其實我回來台灣之後呢 也是有兼職 就是 有時候會回來成大公設系 幫熟識的教授 帶一些建教合作案 那我印象中好像是在 忘了二零幾零幾年的時候 有帶了一年的 那個設計競賽 然後那個學弟剛好也有拿到 叫IF獎 OK 然後那個產品呢 目前就是在成大的公設系的主管 然後裡面有一個展示 那邊可以看得到 它是一塊 蠻特別的滑板 對 那回來之後呢 其實就是 一直就是 有時間 我就會去系上 跟熟識的老師 就是 看他們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 對 或者是說 就是跟學弟妹呢 分享一些 設計商品化的 食物經驗 對 其實 剛剛有聊到 就是AJ他的成長過程到現在 他學習到很多 異產品的結合 然後 異元素的結合 然後跟 從 使用者本身 跟設計師做一個對談 所以讓消費者 可以更容易的接觸到 在使用上的問題 去做一個呈現 然後呢 從設計理念的升級 到使用的消費者 我們剛剛有說到 拿到的IF獎 也協助拿到的IF獎 這次是一個很厲害的事情 然後呢 現在我們有這個優勢 我們讓AJ 加入到我們這個事實 他說的分享群裡面 讓大家更了解 更了解我們每樣商品的設計背後的理念 還有商品本身 落實到可以面對消費者的一些媒介 的結果 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我覺得說我們生活 每一個人都很喜歡設計 很喜歡設計感 很喜歡優質生活 可是坦白說 像我們接觸到很多很多的設計師 然後 他們也設計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可是為什麼這些設計師 他沒有辦法進到生活裡面去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們接下來想要請AJ 來跟大家一起研究的 我們會透過很多商品 然後來解構 來跟大家分享說 這個設計裡面其實涵蓋了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商品有什麼樣子的 加工各方面的難點 然後也讓大家可以更懂設計 然後也更懂得設計如何商品化 這個是我們想要透過AJ的加入來幫助大家的 然後也讓很多念設計 或者是有設計優勢的朋友們 讓他們更了解的跟 不管是跟工廠對談 或者是他們沒有工廠窗口的 可以來跟我們溝通一下 來幫你協助一下 分享 分享討論一下 對對對 最後我們請AJ 來講一個笑話 沒有 這個有點 另外一點 另外一點 我們都是台南小孩 那我們也不定時間讓AJ 還有我們每個人 去台南的不同的角落 來分享到當下當地的一些故事 還有人文背景 也期待我們後續的分享 感謝各位 掰掰